那赶快来把握时间 有个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 说他家的女儿呢 今年恭喜恭喜 刚刚从大学毕业 那已经找到正式的工作了 一毕业呢 就被讨的公司给录取了 但目前还没有开始报税 找到工作还没有报税 就是他有收入进来 但还没有这个一年的这个收入报表 那他想问一下 那这种情况还可不可以去贷款 来买房子呢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已经有正式工作 可不可以就买房子了呢 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专业问题 我们的夸小天使 今天为我们大家找到的好朋友 这是我们GMCC万通贷款银行的资深贷款顾问 这是我们Rachel黎 黎顾问 哈喽Rachel你好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年轻人你可不可以帮他一把给个建议呢 刚毕业怎么样子可以贷款买房子 可以的可以的 像这种这种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啊 或者是就是有一些学位证明的 或者一些什么certificate这种都是可以 他只要他提供这个毕业证书或者这个证明 那我们可以把他之前这个就是读书的这几年 就是比如说他读四年大学 这四年呢作为他的这个工作的history 然后呢他相当于他只要拿到这个job off 就是他有这个聘用的合同 正式的工作 或者呢他拿到一张这个公司单 那我们就可以马上用他这个收入 作为这个收入证明去qualify去做这个贷款 就是完全按照这个查收入的贷款 即使他这个收入才刚拿到 没有报税或者是他以前也没有报税记录 这个都没有问题 只要这个收入是稳定的 就是不是那种合同工啊或者小时工 而是一个固定薪水的 比如说一年多少零薪 这种我们就可以马上就可以用 哎太棒了 所以如果这个学生 这一定要是一个什么四年制的大学吗 如果他只是这个两年制的大学 或者是他去拿了一个说 哦我去考了一个证照 这个证照呢花了辛辛苦苦 可能就是一年我才拿到 拿到以后他有这个技师的这个证照 然后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 是否也有用呢 那如果是刚刚毕业的话 利息会不会比一般正常 已经上班上很久的要高很多啊 这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可以可以 就是如果是像你刚才说 拿到这种证书啊什么的 比如或者是两年的这种毕业 或者专科啊这种也是可以的 有一些他就是说 他去考了一个certificate 比如说是这种什么 会计做账的啊很能报税啊 或者是什么护士啊 有一些就是他这种专业的这种证书 他比如花了个一年时间两年时间 去拿到这个certificate的这种也是可以的 那他只要就是拿到有这个certificate 然后呢再加上他就是找到有这个正式的一个工作的offer 有些他就是还没有开始上班 但是他比如像这个刚毕业 六月份刚毕业他拿到一个offer了 七月份开始去上班 那这个呢其实也都是可以的 我们完全可以就是把这个收入作为他的这个收入证明 来帮他做这个贷款 太好了 而且你刚才第二个问题不好意思 而且你刚才问就是说这个利息方面 他完全没有影响 就是跟正常的这个查收入贷款 就是有很多年报税经验 然后报税记录的 这种利息都没有任何差别 都是一样的 太棒了 我觉得这个资讯非常好 所以如果这个女儿刚毕业 从大学刚毕业 你就规划说 让他买他自己的窝 他自己可以把自己的房子先定下来的话 他有一个目标 就会很努力的继续往下走下去 其实这还蛮赞的 先事先做好规划 这位这个长辈给我们留言的 希望你有听到我们今天专家的解答 我们的Rachel Lee 给我们解采的非常详细 谢谢大家